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上个月28日颁下书面判辞 拒绝律政司的申请就愿荣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 律政司决定提出上诉已经向法庭呈交上诉许可申请 发言人说原众法庭批出临时禁制令不是因为有关行为合法 法庭也同意愿荣光归香港无疑曾经被用作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认为即使没有禁制令意图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或据煽动意图下传播或表演有关歌曲 以及有侮辱国歌意图下将有关歌曲当成香港国歌传播或表演 本身已经构成刑事罪行 所以不信任禁制令会有真正功用 法庭有认为禁制令的执行程序 可能会和港区国安法的检控程序有冲突 律政司司长认为有需要上诉申明观点 并且请求上诉法庭考虑斑下临时禁制令 律政司强调申请临时禁制令 是为了履行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以及保障国歌的专业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国际原油价格高企 近日升至大约四个月来的高位 中电就说国际油价占趋稳定 预计下半年燃料费将会持续下降 整体电费有望下调 每度电的电费由基本电费和燃料调整费两部分组成 基本电费由电力公司固定资本投资计算 燃料费就反映燃料价格变动 每个月十步实销 中电燃料调整费年初收每度62线 4月和5月一度升穿63线 之后提供特别回购 冻结每度收62.8线 燃料费6月起下跌 今个月要57.1线 令整体电价格一月回落約2.3% 其实是一个明显的减幅 如果国际燃料价格持续保持稳定水平 我们预计燃料费的下降会持续 中电说俄乌冲突令去年的能源成本急升 但随着各地陆续找到替代能源 国际油价已经从高位回落 但两大原油期货价格的最近走势 由6月底年升6个星期 也都刷新过4月中的高位 虽然环球政治经济局势仍然不明朗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也都减产 但有学者认同油价有可能稳定 去年俄宝市场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实国际性的油价 升到近120美元一桶的欧美市场 其实都不是太好景 因为经济不好的关系 对于能源的需求也会少了 冬天对于能源需求 就会是较为因切的 那就不排在 在未来几个月 都会是油价 都会有一些轻微的波动 但只不过波动 就应该就不会出现到 好像去年那么厉害了 因为其他的负面因素 大部分都已经是预知 而且不同国家 他们对于能源的准备 也都充分了很多 也都有分析认为 燃料调整费 相对原油价格有制效 相信会在低位 徘徊一段时间 过去因为天然气和煤 有几个月都一直在低位的状态 所以有一个燃后效应 因为我们燃料费的反应 是前几个月的平均值 所以过去因为那几个月 都在低位的时间 我们接近几个月的燃料费 都会在低位的 他又说能不能够压低电价 也都视乎多项因素 例如化石燃料发电比例 供电规模等 无线电视记者 当时政府的意思是转来巴士 如果你是转来巴士 你一定要天天行 如果你是假日的话 这些应该是 转来巴士转来巴士 转来巴士去做这个生意 接驳交通未完善 码头商场也烏灯黑火 近日拍案的两艘邮轮已经离开 码头商场四间餐厅没有营业 班志荣说 现时所有铺已经租出 部分仍然装修中 但是说交通配套不够 即使开更多的商店 吸引力亦有限 在一条长马路的车里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里不顺路 这里你上班上学 都不会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交通工具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比较难吸引人 过来这个地方来消费 有零售街就建议 游轮码头举办特色活动 除了游客也都吸引市民 还有些地方 其实是可以租用给其他的朋友 好像之前也有一些演唱会 或者一些车的展览 其实都做过 从特色的活动 吸引本地的市民其实都去 只要人流多的话 不论是食肆 或者零售商店 其实都会增加了我们的兴趣 在里面去做一个投资 有关唐区区议员就批评 政府缺乏规划 看到以游轮码头 14万3600平方米的地方 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除了我们平时没有泊游轮之外 就没有其他用途了 那就变成一个孤岛 令到周边 其实都起不到一个所谓的经济效益 他建议政府成立 由司长或者副司长领导的跨部门 协作小组 令到游轮码头活起来 母亲的记者 刘晋玉不道 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 涉及专线小巴和旅游巴司机等的 首领申请 今天截止 有小巴业计划 输入劳工的成本高过请本地人 营运商申请的时候比较审慎 未必会用尽配额 运输署就说截至下午5点 一共收到118宗申请 维书缓运输业人手短缺 政府容许公共小巴和客车业输入一共1700个司机 首领申请开放近一个月来到尾声 专线小巴业界早前说 欠缺1300个全职司机 有业界代表说 因为输入劳工成本比本地司机高 故着一般持观望态度 预料首领只有大约200个申请 占900个名额的大约五分之一 他说拼用本地司机每个月平均成本大约17000元 拼请外劳需要不低于月薪中位数 即是14300元 而每人住宿平均成本大约3000元 加上职前训练 保险等每个外劳成本大约21000元 为了维持营运 部分路线不排除要申请加价 但就不是我们说狮子抹大口 而是我们司机又真的这么不够 因为你这些周边其实都是成本 而且不是自己控制的 法国现在计算下去 就可能有些线 它够生意的话 它还可以勉强请到这些所谓外劳司机 但如果你说小细线的话 如果本身经营的困难的话 如果再加重这么大脾费 变成每个月的经营要贴钱 变成可能在营运上更加困难 至于旅游巴 有业界代表说 行内有六十几家公司申请了输入劳工 其中较多是经营跨境旅游巴业务 政府早前估计 雇主递交申请之后 当局在一至两个月内 就可以批出劳工申请 而首批输入的劳工 最快今年第四季就可以入职 路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世大运男子花剑团体赛 港队击败法国奪金 由左边数起伍乐宏 张家朗 蔡俊燕和李日朗 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强势冲金 总共九局赛事 张家朗打头阵 对着法国的洩度 这位南花个人赛金牌得主 先赢5比4 李日朗顶替受伤的伍乐宏 第二局对个人赛银牌得主 罗素打出惊喜 以5比1的攻势 协助港队拉开5分 之后同牌得主蔡俊燕登场 对着查斯坦尼 赢5比3 港队完三局总分领先15比8 张家朗之后面对比巴特 赢5比2进一步拉开 带着12分优势入最后一局 张家朗首尾门刺出5比5 港队以45比33兴取法国 张家朗个人连夺两金 连同蛇善因在女冲的金牌 剑击队今届总共夺三金一桶 和队友赢的心情和自己拿牌很不同 所以特别想 因为我和家朗都拿到牌 很想带另外两位队友都上班长台 现在做到就更加更加开心 我们有位小将超水将李日朗 还有都不止李日朗 吴洛宏也是 其实他的手是腫了 基本上回到香港就可能要做手术 但是他打中国都帮我们顶住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大的功劳是两位小将 吴洛宏和李日朗 以前我那时还是比较小 所以技术都未到那么纯熟 我常常都拖后腿输了很多分 今天可以帮我们团队拿分 我非常开心 打好每一剑 总之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不要怕会失分 武士电视机长黄志谦到 有时一会儿回来报道 世界同军大露营 因应风暴卡脑迫近提前结束 香港有四百多个参加者 会在这两天回香港 中国和菲律宾继续争议人外招主权 回来新闻时间 在南韩举行的世界同军大露营活动 因应风暴卡脑迫近提前结束 明天开始会安排参与活动的人士里营 本港同军总会说 将会安排大约四百六十个参加者 尽快回港 世界同军大露营活动 上星期二开始在南韩西南部 全罗北道福安棍举行 有来自一百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四万人参与 原定今个星期六结束 但日前因为南韩持续高温 几百人怀疑中暑要接受治疗 英、美和新加坡的代表团 已经提早离营 而活动进行了大约一半之后 最终亦都被腰斩 南韩当局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由于预料活动将会受到风暴卡路影响 将会在星期二开始安排超过二千架巴士 接载大约三万六千个参加者离开营地 前往不在风暴路径范围的安全地方 说大部分同军将会被送到首都首尔 和邻近的市区 当局正确保政府训练中心和教育设施 由空间安置他们 世界同军运动组织发声明 呼吁南韩政府迅速安排转移 并向参加者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和援助 直到他们回国 卡路日前因为移动路径改变 已经两度吹袭日本冲城 按照现时路径预测 卡路将会再转弯 向西北方移动 经日本九州西南面的海域 吹向朝鲜半岛 南韩气象厅预计 卡路将会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从南部登陆 为南韩各地带来狂风暴雨 母线电视机者梁永山报导 本港有大约460人参加大露营 或在星期三或之前离营 有成员说觉得不舍得 不过理解相关的安排 香港同军众会大约460人的代表团 忍耐住当地极端酷热天气 原定参与全期一共12日的活动 不过打方就令到他们要提早离开 感到不舍 因为很难得才能跟外国人一起拍 认识很多同军 其实是有件不可真理事 换章那些 换代表团跟那些 有很多经验价值 本身也有很多人换 但现在就要趕着换换 都不能慢慢享受这个 现在都会理解的 管理团队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方案 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 即是跟大会商讨退营安排 防风是比较难去掌握 如果万一他真的来到营地 安全性是另一个挑战 这个就不能说我们都一起去 我们都顶得上 风都顶得上 我们又不会是这么傻的 也希望借助这件事 是带动到大家都发觉 就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据了解总会已经抢救 大部分回香港的机票 部分管理团队会留在当地 安排所有团员离开 并且出席闭幕仪式 无线食器就在流转欲不到 香港仔黄竹坑道凌晨爆水管 导致地陷 黄香港仔隧道方向一度全线封闭 巴士都要改道 去到下午万线重开 凌晨近5点 黄竹坑道27号近殷尖忌大厦 行车线下有食水管爆裂 涌出大量黄泥水 泥水亦都覆盖行人路 路面塔陷露出一个大洞 水务署派人紧急抢收 受事故影响 至少30条行经黄竹坑道 向香港仔隧道方向的巴士 一度需要改道 例如改行博富临道 有上班的市民大失预算 我本身是想9点半回去 然后要开会那些 现在就9点半都没上到车 现在搭车去海洋半路 阿弥洲那边转地铁 爆水喉那些经常听见 应该政府整好一点 就是未遇筹谋 受爆水管和刚落到中天橋交通意外影响 早上8点半之后 西区海底隧道要间歇性封闭 有职员截停车辆 收费广场前行车度减少 车辆不时减慢车速切线 势碎往香港方向 九龙一方的连接路非常击塞 车龙一度绵延近4公里 排到海荔村对开交回处 封闭措施历时个半钟 至近10点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大埔林村赛马会 爱丁堡工作训练营 发生怀疑食物中毒事件 55个人不舒服 活动由基督教深井灵光堂主办 卫生防护中心说 个案涉及24男31女 介乎7至49岁 他们星期日夜晚在营地的食堂 曾经进食卡邦尼烟肉 蘑菇通粉 之后陆续有肚痛和辐射 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 已经抽取样本做化验 初步调查发现 导致食物中毒的原因 包括食物储存的温度不恰当 有关食肆已经暂停制作食物 菲律宾政府召见中国驻飞大使 抗议中国海警船在仁外礁附近 以水炮阻折飞方的补给船 中方强调有关的操作专业克制 并要求飞方拖走在仁外礁 蓄意割潜的登陆栏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放片段 显示一艘中国海警船 星期六在南沙群岛仁外礁附近海域 向菲律宾军方一艘补给船发射水炮 阻止他前进 飞方谴责中方做法过度同据冒犯性 并且违反国际法 又说中方的危险操作 也都导致第二艘补给船 无法射下物资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武装部队 外交部和国防部 星期一召开联合记者会 说政府已经召见中国驻当地大使 王溪连提出外交抗议 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就说 总统小马赫斯要求召开会议 以作出全面回应 强调飞方将会继续维护主权和领海权力 菲律宾一艘登陆舰 1999年蓄意在中非据主权争议的 人外招角浅 之后派海军前往驻守 并定期运送补给 借此主张实际控制权 星期六遭到阻折的船 也是向登陆舰运送食物和燃料等的补给 中国海警局说 中国海警船星期六是依法拦阻 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 使用水炮警示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 无可非以 又说人外招力 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批评飞方军舰非法蓄意割潜 中方又说飞方曾经多次承诺拖走军舰 但24年过去不但未有拖走 还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登速菲律宾拖走军舰 恢复人外招的原状 无线的事记者梁永山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说 希望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博雷利在和外长王毅通电话之后 第二日说 两人都希望加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 双方讨论了将会在北京举行的战略对话 为领导人的会议做准备 也就尼日以和沙特阿拉伯举行的 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交换意见 王毅说欢迎博雷利在秋季率团访华 又说双方要有更多对话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柬埔寨国王任命首相红心的大仔 红马内为新首相 而红心说 他仍然会是柬埔寨政局的重要决策者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星期一签署皇室法令 任命红马内为新首相 任期五年 红马内和他的内閣成员 需得到国会确认 柬埔寨国会终会在今个月22日投票 预计新政府当日宣誓就职 45岁的红马内 是美国西点军后毕业生 并且英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年4月获晋升为四星上将 掌权长达38年的红心 在其领导的人民党 上个月在大选中获得八成选票 在国会的125席中赢得120席 红马内也是首次赢得2席 成为国会议员 刚刚年满71岁的红心 宣布将卸任首相 并且将权力而交给掌子红马内 但会继续担任人民党主席 并且计划明年竞选参议员后 获提名出任参议院主席 当国王外访的时候 代行国家元首职部 红心又说 国王将会任命他 担任国王高级顾问委员会主席 红心强调自己身体健康 虽然卸任首相 但政治生涯并未结束 仍然是柬埔寨政局的重要决策者 将会在其他职位工作至少到2033年 至于红马内的内阁成员 将由较年轻的议员担任 担保红心的小子 40岁的红马尼 亦将担任内阁要职 红心说 安排年轻团队上台 是为了避免各种意外发生 红心早前表明 他自己不会干涉红马内的执政 但如果认为 国子的执政表现未如理想 他将会再次出任首相 浩仙尼斯记者 杨子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红特意去灾区做出 年日暴雨之后 黑龙江至少有12条河流超出境界水位 哈尔滨这个小区变成水上之城 救援人员坐胀皮艇首构 松花江之楼拉临河 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吉林省浮渔市 当地多个村镇被淹浸 游至少23000名的村民要疏散 同样在吉林 超过10万人受灾的舒兰市 水库和主要河流水位就逐渐回落 当局通报 今轮强降雨有14人死亡 包括早前在抗洪抢险期间失踪的 常务副市长陆玉东等三名公职人员 另外一个人仍然失踪 有人全力救灾的同事 也有不少网红进入灾区做事 一般人拉个老头站在水中间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 你们是干嘛在哪个单位的 河北特州有救援人员说 有两个男人带着一个长者 在迫水区深水位置摆拍 他呼吁如果不是救援人员 就不要阻碍救灾工作 至于北京 上星期暴雨有两名男天救援队成员 在救援期间信息 之后救援队代表家属发声明 说不会接收外界任何捐助 不过内地传媒报道 有组织擅置用两个人的名义 筹得2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 也都有直播主到死者的住所 要求家属收取捐款 并劲逼他们合照 甚至在住所前面直播 无线电子记者曹家宏报道 北京水灾重灾区防山区 和门头构区 当局继续清理街道的淤泥杂物 有居民担心卫生情况 当局派人到区内消毒 避免水灾之后爆发传染病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水退后的门头构区 永定河公园一片泥林 有货柜被冲到岸边 马路上沙尘滚滚 空气里面弥漫着臭味 附近商场有工人出动推土机 清理淋树和淤泥 有居民说担心灾后的卫生情况 山上重灾区的苗峰山镇陈家庄村有桥梁被冲毁 桥面围流大量杂物 村民陆续回家试察情况 陈家庄村大约有800个村民 由于村口唯一的桥已经被冲断 他们出入只能够徒步行两公里才过到河 而水灾过后 加上炎热潮湿天气容易爆发传染病 防山区和门头沟区已经开始防疫消毒工作 包括对河道周围垃圾 以及民居里面喷洒消毒剂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 红楼灾害区环境卫生处置指引 提醒民众要饮煮滚了的水或者瓶装水 在个人防护上处理食物前后要洗手 并且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无线连事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深圳近日举行防信演习 出动超过3000个救援抢检人员 香港飞行服务队亦都全程参与 演练主要围绕防御特大暴雨灾害 处置城市严重内陆等情况 设置多个场景进行实兵实装演练 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一架直升机 8支队伍一共有155个人参加 在口岸受阉应急处置场景 与深圳有关方面联合检验 安抚和劝反滞留旅客 直升机偵查、医疗救护等项目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说 今次的演练圆满成功 完成目标任务 令粤港澳大湾区和相关城市 应急联动协作机制更加密切 中央近期提出要指导银行调整 以承造按揭的贷款利率 有分析说对内地银行的盈利有压力 但有助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释放消费潜力 去年以来内地出现提前还房泰潮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 是内地的投资和理财产品回报不及过往 另一个问题是几年前成造的按揭利率 不少达到5厘以上 比起现时大约4.11厘高不少 投资没出路 贷款业主选择提早还钱 可以减轻利息开支负担 但是就为银行带来挑战 今年第二季内地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按年下跌0.7% 是2004年有统计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未免按揭贷款规模进一步收缩 中央近期多番提出要指导银行 调整以承造按揭的贷款利率 不过对银行的正息差会有压力 拖低利润 我想要看回政策的压度 究竟内地政府方面 要求银行要有多少贷款 真的要下降的息率 如果你说规模比较大 甚至是国内政府要求一刀切 将所有现在比较高息的案件利率 要统一地有个明显的下调的话 但对内人方面的盈利影响就会更加明显 评级机构位于相信 内地银行已承重按揭的贷款利率 有80个基点的下调空间 对内人净利润的影响介乎1%至5% 光大证券估计如果第四季调低按揭利率 对内银今年的营收增速影响0.5个百分点 而现时的内银股值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不过调低按揭利率有另一个好处 以15年期贷款100万元人民币计 如果调低80个基点 每年供款可折省约4,900元人民币 便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有利释放消费潜力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宜报道 内地第一次对外公开日军731部队 关联医疗机构的一份原始档案 有学者说有助进一步了解 日军侵华期间进行活体解剖的活动 今年去日本二战战败投降78周年 黑龙江牡丹江市近日举办多个活动 展示日军731部队侵华期间 进行医学犯罪活动的证据 并且首次公开展示日军 开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保 研究人员说一共36页的档案 详细记录由1941年成立起 四年间的人员组成组织结构等的资料 这个原部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上面写着 比如平房分院的字样 下面写着交互监物 选址上在筹件上 和731部队都关系很密切 撤退路线也相同 所以我认为就是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 是以平房分院作为掩护 承担着部分731部队的业务职能 是731部队医学犯罪的延伸机构 主办方也都举办了学术研讨会 邀请多名相关领域的内地学者 出席 以往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内 保存的档案这一块 但是通过这次的研讨会 我发现中美日俄四国档案 在731问题的研究上 得到了充分利用 可以从一个多角度 还原和完善 我们关于对于731部队的历史的 全方位的认知 他又认为新发现有助将相关研究 由局部的区域市扩展为全国 甚至全球性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这一节《时事中国》先说到这里 回到最后一节新闻 警方收到举报 一幅画了港元钞票的画作 怀疑是艺钞 调查之后列作误会 有律师说 相信今次的事件 未有触犯相关的艺钞法例 不过建议钞票艺术品 应该写上道具或者是样本 这幅画作以港币为灵感 正在中环大馆艺朗展出 由艺术家麦总恩创作 100元钞票细心体 上面写有红衫与100条 艺朗说艺术家透过作品 回应艺术和金钱之间的关系 警方上个星期五接获报案说 怀疑画作是艺钞 调查后列作误会 艺术品就不会有一个免死金牌的 他建议钞票艺术品 应该写上道具或者样本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法例的重要点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任何人 如果他知道或者相信 那张是艺钞的 而他当是真钞这样用 这样才是犯法的 正正就是要看上去的设计 和看下去的铺牌 究竟是否会被人混淆 我相信如果他今次的所谓艺术品 当然有人有误会 这个不要厚非 因为看似是有张真钞的模样 但是如果你很仔细看下去 应该分辨到的 在2018年有电影制作人员 因为保管20万张道具钞票 裁定保管艺钞罪成 技巧上诉得值 根据刑事罪行条例 任何人如果出现艺造 传递或者传有艺钞 已经令罪最高可以判监禁14年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道 香港大学获得由常俄5号 采集的月球土样样本 是本港第一支研究月样的团队 这些甚啡色 呈粉没撞的 是常俄5号月球探测器 2020年采集到的部分月样 四份样本合共重822.6毫克 港大地球科学系 近日通过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月球样本管理办公室审核 上个星期二 在北京国家天文台 将这些样本带回香港 成为本港第一支 对月球土样进行研究的团队 团队说常俄5号着陆区的东部 含有月球上最年轻的月海原母岩 研究有望揭开月球火山的历史之迷 比美国和苏联采回来的 几十年前四十年前采回来 样品年轻了十一年 所以对这个年轻的火山研 也就是我们的常务和样品 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需要解释 为什么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就大约二十一年之前 月球上还有火山喷发 这个的话对我们未来地球的研究 可能也有一些借鉴意义 研究团队说相关的月球样本 在未来这一年都会继续在港大进行学术研究 如果有需要的话 会向国家航天局申请延迟交换 上俄6号在明年年中将会展开月球探测任务 团队未来也都有意申请取得相关月样的样本 相信明年有机会在香港同时研究 上俄5号和上俄6号的月样样本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他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下部 19,537点 跌1点 总成交大约789亿 传财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38点 巴黎Cat指数跌11点 德国Dex指数跌59点 其他消息 日本巨报最快今个月底开始排放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入海 日本当局说具体的日期还未决定 日本多家传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将会在今个月20号结束访美回国后 召开内閣会议 就8月下旬开始排放核污水 敲定确实日期 日美韩峰会议定在下星期五在美国大卫营举行 据报岸田文雄会亲自向美国总统拜登 和南韩总统吻石月 解释核污水处理后的安全性 科学依据和排放后的应对措施 以争取美韩两国的理解 另外 据报日本当局为避免影响9月开始 日本元朗一带的暴雨期 因此计划在8月底之前 正式排放核污水 日本一直对外宣称核污水经过类证化后 已经去除村以外大多数的放射性物质 村的浓度也都会弃悉到世界卫生组织 饮用标准的40分之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月发表的报告 指覆到核污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标准 对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 但日本国内仍然有不少鱼业者 对计划表示担忧 其中青森院鱼业团体负责人 上星期向日本经济产业省要求延迟排放核污水 并就排海计划所引致的鱼业形象受损 采取强而有力的补救政策 中国和南韩等亚洲国家的反对声音也持续 中方已经加强日本水产品的检测 而南韩在野党普遍强烈反对 日本单方面将核污水排出太平洋 无线电视记者杨子文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杨在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